德州 高爾夫球校隊 狗死慘熱車禍 邵氏者並非13歲男童 德州3月發生貨車 撞上大學生汽車 導致狗人死亡的慘禍後 当局一度認為邵氏汽車 是由一名13歲的少年駕駛 但國家安全委員會 調查後發現 司機其實是該名13歲少年的父親 而且在他的血液中留有冰毒的痕跡 根據美聯社的報道 這單車禍發生在3月15日晚 邵氏的皮卡車在德州的Andres County 撞上載有西南大學 高爾夫球隊成員的客貨車 結果造成皮卡車上父子傷亡 高爾夫球隊中有6名學生 以及一名教練身亡的悲劇 事發後兩天 NTSB一度表示 是13歲的少年駕駛皮卡車 讓城車禍 到了這星期四 NTSB公開更新後的初步報告 表示調查人員分析皮卡車廂內 殘留的DNA痕跡證據 證實當日司機其實是少年38歲的父親 Hairick Seamont 而且他體內含有冰毒 據悉 Seamont本身有犯罪及吸毒的前科 其住所之前曾失火 外界懷疑火災是有人點火吸毒引起的 法庭文件也顯示 Seamont自2004年開始多次被捕 罪名包括走駕、盜竊、使用致命武器嚴重襲擊他人 以及威脅人身傷害等 車禍發生前 他正面臨家暴和盜竊兩項刑事指控 其中去年10月 Seamont被指用致命武器襲擊妻子 而是車禍中死亡少年 Ricky Seamont的母親 NTSB沒有解釋為何當初認為是Ricky開的車 也沒有解釋為何當初指皮卡車爆胎的錯誤說法 事後官方曾說 皮卡車的左前輪曾爆裂 懷疑汽車失控與此有關 但現在又表示 現場沒有發現相關的證據 或任何輪胎故障的痕跡 另外NTSB表示 車禍現場附近公路不值 但沒有高速公路照明 目前案件仍在調查中